鱼香肉丝 嘿大家好我是兔本 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室友和我一起做这道鱼香肉丝 你去我见面 没事 是这样的笨子 但是我还不可以 还行 还行 OK 在我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 我八千万留言粉丝 你们第一个给我留言的杰克同学 感谢杰克 他说他想看我做一道鱼香肉丝 是的 不过我已经大概一年没有吃过鱼香肉丝这道菜了 你上次吃鱼香肉丝什么时候 在学校食堂 什么学校食堂 高中学校食堂 由于我也记得太清楚了 所以我请教了一下我爸爸一个大厨 他特地用微信 给我发了这么一大段鱼香肉丝的做法 我爸是特级厨师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按照他的做 应该问题不大 那个也好吃 首先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 猪肉 木耳 冬笋 这两个压锁都是可以买到 姜蒜 而且是蛋液 这个是醋 生抽 还有料酒 我们先把这个肉给切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叫鱼香肉丝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不是鱼肉 猪肉它弄得跟鱼肉一样 所以它鱼香肉丝 你来切 不会切 切的时候最好之前把它冻一下 要不然它这个会很软就不是很好切 把它切成丝 可以 多多 你要试一下 我怕多加点多配料 我们现在这个猪肉已经切好了 然后把这个猪肉要加一点生粉 把它拌嫩一点 调个料 加一点料酒 这是料酒 这是料酒 你比我懂 颜色 加盐 对 加点盐 他们说味精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加个蛋液 这样它这个肉会更嫩 嫩得不得了那种 就跟鱼肉一样 生粉 或者淀粉 上勾芡 就是让它不要有那么多汁水 搅拌就行了 你来搅 你洗了手 我洗了 电池绝对干净 你觉得你现在搅 就是顺势成份 你搅上筋 我没经验 我那搅了两个小时 你还拌匀就行 这手感还不错 我现在就把这些辅料给切 笋和木耳都是鱼枭肉丝经典配的 这个触感真的 很轻 打电视的 触感真的很轻 什么就很轻 还没说味道就很香 那你要不要现在就吃了 是不是我手香 哈哈哈 就你知道有一种体相 你知道 把你的体相融到肉里了是吧 对 你们谁需要 专业绞肉 好现在笋和木耳已经切成丝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调一下这个鱼香肉丝的勾芡汁 就是料汁 先是 名字还挺专业 这个是醋 然后再加点料酒 加盐 然后再加点糖 它两个味会不会冲击在一起 就是要有一种又酸又咸又甜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印象中一套肉丝好像是那种酸甜口 再加这个水淀粉 然后它这个芡汁啊 稍微不要这么稠吧 它有点河 哇 感觉我觉得脚量要是麒麟剂就练出来了 这个脚子 嗯 我突然发现我葱姜蒜往前了 然后葱切 别松 等会儿不应该实在跳过 直接剪一下 把它剪掉了吧 对对对 是不是一般做菜都要加葱和姜 一般我觉得这种 反正加的就好吃 就是中国菜 主席饭我也加一下 也可以 像这种切末呢 一般肉啊什么红薯啊 这些块状的这种粗菜 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 就是先把它切成片 片再把它切成调 然后你再把它旋转90度 然后你再竖着切 它不就是一块一块的 一粒一粒的 对 你学会了吗 对了对 我会没有 你要问大家会吗 大家会了吗 哈哈哈 我们现在葱姜蒜已经切好了 那我快了 点火 点火 它没穿插里面 锅 锅来 我们先把这个猪肉给它烧一下 把它火调小一点 要不然火一大这个肉又冷了 现在肉已经熟了 我们先把这个葱料加进去 要把这个包里边的肉 做半分 加了两瓶 哇 再进来就倒入了 你看到肉 把葱料沾进去 最后我们再加e把肉沾进去 肉 对 再把我们刚刚这个葱料沾进去 怎么勾建 鱼香肉丝就做好了 快快快 我都等不及了 你先尝一下丁汝的手艺 看今天它肉脚的怎么样 我来改一下我的肉 可圈可顶 可圈可顶 我觉得还蛮 我手法不够形式 我再需要一碗饭 下饭感觉 我吃了一瓶 你都把我那个形容词逼掉了 那个 可费我给你脸给你找个马赛克 你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道鱼香肉丝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是丁狗 他说是 我不是丁狗 哈哈哈哈 我是丁狗 擦着丁狗 你别紧了 哈哈 不不不 动动不不 嗯嗯 哈哈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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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